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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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有一個真的障藝家 還有一個假的障藝家 我先把假的障藝家拿出來 你的秀本名曲是甚麼? 《愛的代價》 那為甚麼你那麼喜歡這首歌呢? 這首歌我沒有笑笑 是嗎? 所以你最初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是笑還是老? 笑 十歲 十歲 然後這首歌已經可以吸引到你? 是嗎? 是,會的 你當它是異哥這樣唱 我是兒童的時候應該會當它是異哥 但你明裡面說的是甚麼嗎?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只是問 我真是很虛誠,這麼問 其實現在也會慢慢明白 是嗎? 是 即是你唱了十幾年這首歌 是啊 那你覺得你跟著唱這首歌下去 它還會帶些甚麼給你呢?在未來 我覺得它有一種 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唱這首歌可以有一種釋懷的感覺 嘩!你當兒童的時候已經這麼滄桑 你應該這樣問 你最近一次唱是甚麼時候? 剛才 最近有甚麼不成懷呢? 我剛走了 剛剛 上的星期 哦 OK 好像這首歌也是可以幫助你 所以唱歌其實真的有治療作用 好的音樂真的很有治療作用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 很厲害 是 那 你好不好今天就藉著這個機會 或者我們在座有很多朋友 他們心裏都有些東西不太識怪 你可不可以藉著唱這首歌 好好的 那我把好時間交給你 那我把好時間交給你了 謝謝 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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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要學著自己長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難免經歷苦痛掙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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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自己的心找一個家 也曾傷心流淚 也曾黯然心碎 這是 愛的代價 還記得年少時的夢嗎 像多永遠不凋零的花 陪我走 陪我走 陪我走過那風吹雨打 看世事無常 看長桑變化 那些為愛說付出的代價 是永遠都難忘的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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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我心中 誰愛也沒有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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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難免經歷苦痛掙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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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帶你去 謝謝你們,謝謝 很少聽這首歌不哭 不是說你唱得不好 因為今天太溫馨了 因為剛才他稍微忘記歌詞的時候 我們第一陣子在家裡兩把聲音 一起提他 一個是原唱者張艷家 另一個是有翻唱者梁榮麒 所以忽然覺得很溫馨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歌手和音樂人張艷家 在開始之前 我想大家一起來看一個 我很喜歡張艷家的一首歌 但這首歌可能有點冷漫 它不是大家一定最熟悉的那些歌 我想它也不知道是什麼歌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來看 燈,謝謝 OK,今天的主角,張艷家 你多久沒看過這個MV 很久了,真的很久了 其實這首歌是 《二十三、四十》裡面的一首 其實它是配樂來的 音樂是《敗王》 那時候它寫了一段 其實《真正的配樂》 和這個方式 今天大家聽到這首歌是完全不同的 不過我很喜歡這個melody 那時候我很喜歡 我覺得它可以變成一首歌 我剛才聽到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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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受是什麼呢 就是 今天很難再有這樣的歌 第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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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們唱歌的歌詞要很長的 基本上就好像坐Roller Coaster 那樣 我經常都罵陳輝洋 我就說是由他寫《王妃》 有一首歌是叫《若定》 還是不知道叫做什麼開始 就是 就好像一句歌詞 如果它沒有21句字 但是我今天再聽的時候 我覺得我現在明白 為什麼人們的歌詞要這麼長 因為歌詞一長 你其實不用用感情去唱歌 因為你只要咬完這些字 你就好像是唱了歌 但是好像剛才那樣 他有一句說話 這麼短 你真的要有感情下去 然後 你才可以將那個 你說是訊息又好 或者是感受傳達出來 你當時唱有沒有這種感覺 講到這個歌詞 我有很多話說 就是 我跟李宗憲說 我做二十三、四日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其實這個唱片 他是producer來的 他說 二十三十那些 我實際很放心 他一定要找到很對 我說 四十 我請你不要寫一些 很sad 好像 我已經老得不得了那種 因為他很多這些 很滄桑 很滄桑的一些wording 他不知道為什麼 李宗憲就是這樣 他說好好好 我好記得他坐在recording room 他就坐在那裡寫 寫了很久 他就拿給我說死了 又是那種 是了 如果 就是 青春他就這麼走了 哇 他已經嚇到我死了 我不知道 不過始終是 他寫的東西 是令到你想哭的 就是 一定是 一兩句說話 就是 打到你 暈倒為止 所以他打了我的心靈 我就覺得 因為 Stuart 很好聽 那些歌詞 跟melody 合得很好 所以 我們唱得很快 很難得 因為我平時唱歌 很慢 以前我錄的唱片 要錄很久 不過 這張唱片的發音 就很快 這首歌你錄了多久 嗯 好像 我們很快 好像一晚就錄完 這首歌 基本上是唱幾次 因為短歌 所以短 你的感覺 如果要對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 不過你剛剛解釋了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是配樂 因為我在這裡聽的時候 我在這裡看的時候 我就說 現在的歌 因為大部分是要 serve 卡拉OK Market 所以變得 沒有可能中間的原樂 是會那麼長的 就是變得你沒有可能 站在卡拉OK 站在那裡 不唱 在那裡聽 拉輪琴的 但是這就是 歌和音樂 大家都找到了一個關係 好像在那裡對話 是啊 其實中間的那段話很漂亮 很漂亮 你剛才說到 青春這件事 如果要寫到四十的時候 好像就是 通常都已經覺得青春小鳥 因去不回頭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用來打開今天的話合子 你覺得 你唱到短歌的時候 和你最早開始唱歌的時候 誰唱歌比較好 其實你問 你那天提出這個 就是我們今天要談這個 音樂 唱歌這個題目的時候 平時我很多東西回答你的 你有沒有發覺我這次回答得少些 你有沒有發覺 因為我一直跟Edward說 其實唱歌對我來說 比較個人 為什麼個人 因為第一 我覺得自己 如果作為歌手 我真的覺得自己不夠格 因為沒有時間 真的擺了心機去唱歌 因為我覺得你不管做什麼 profession 如果 當你是真的站出來 要面對audience的時候 你應該交足你的功課 你應該有某一種磨練 你自己要用功力去做 始終我覺得我自己是 以歌手來說 我覺得我花的時間真的不夠多 所以在做完愛的代價之後 我就停了 停了的原因 都是李宗盛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 你每一次大家公司 滾石跟我講 哎哎哎哎 張雷家快出張唱片了 我便會坐在那裡想 他為什麼要去唱片 每一次他來錄音的時候 他都是剛剛好 拍了一部戲 然後拍了一部戲 離開 中間或者有兩個星期 其實他上過戲很累很累 人已經散了 然後他又衝進來 就說 快點快點 我們唱一歌 然後我來看歌詞 然後聲音也沒有 什麼戲也沒有 看歌詞也不看完 他問我為什麼要幫你唱唱片呢 其實好像人們說 他先拍七天 拍了很快 是啊 所以為什麼我每次唱片 一開頭之後 我就會 drag他很長時間 因為我也覺得 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陳昇也在演唱會都說 他和你錄一支點 錄到好像還沒三年 錄完 他生了已經 不知道很大 是啊 因為 我們那時候說要唱片 然後我們可以寫歌 然後我就有了寶寶 然後他和我一起錄音 我也繼續錄音 錄一下 突然就動了胎氣 真的 這不是說笑 真的 動了胎氣之後 醫生說你不可以再用氣了 他說不行 你要停一停 一停就停下來 所以經常我都覺得自己是不夠用功 其實是歌手 只不過 我是覺得 因為當初 我可以說 我開頭的時候 我一直都以為自己應該做一個歌手 而不是一個演員 已經我沒想過 你從小到大 我喜歡唱歌 本來正想問 是甚麼時候你覺得自己可以唱歌 我從很小 在學校 我就是 第一年班 兩年班 我們以前是台灣 中午要睡午覺 大家全部都在這裡睡覺 我是唯一同學的男生 是不用的 因為我們兩個是代表學校出來唱歌的 所以我們就是在那些滑梯下面 兩人都在唱兒歌 在這裡練歌 小學 是 接著我來到香港 我是代表心法 比賽唱歌的 是啊 真的 所以 我一直都以為自己應該是一個唱歌的人 不知道為甚麼 但是到了我開始唱 在電視上 開始唱歌的時候 我就發覺我不是很懂得唱中文歌 中文歌的咬字和英文歌是完全兩回事的 所以當初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全部唱 The Folk Songs John Bias 全部唱 我們最早期的Donna 總之早期的那些文歌 我們全部唱完 不過 他們說 他們說 你真是想紅 你一定要唱中文歌 我開始 噢 OK 有人找了我去試中文歌 不過問題就是 他給了一首歌叫做 《笑荷包》 中國民謠 叫我唱 《笑荷包》 我真是完全完全是Lost 真是不知自己怎麽說 好 他說 OK 那你換一首歌吧 你唱劉家昌的《火王哪裏處》 哇 我又真是不知去了哪裏 真是 真是 我發覺真是 不懂唱就是不懂唱 做倫巴 那些全部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方式 那時候又沒有人教的 很辛苦很辛苦 才慢慢慢慢慢慢轉 又因為我開始演戲之後 剛好 歌琳簽了我 一間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就簽了我 來試一試一試 那時候 反正是年輕女 演戲 這樣就來試 所以當時他們有些少少想 將你往偶像那邊推 我想應該是吧 開始失敗了 總之 那時候就開始了 其實 我一開始我已經很清楚 我自己是真是沒有辦法 分辨那個 好像那時候鳳飛飛也好 鄧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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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麗君還沒有很紅 那時候 其實鳳飛飛也好過他 那年代 還是 恩尼 恩尼 是尤雅 是尤雅 他們這班人 其實尤雅 尤雅他們 其實是cross了兩個時代 因為他們也是劉家昌的弟子 是的 劉家昌那時候的歌 就是紅到紅片 全部都是他寫的歌 是的 全部都是他寫的歌 很多很多歌都是他寫的 我真的不太會唱的歌 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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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當時你覺得自己是有唱歌嗎 尤雅 你不要嚇我 我真是想看那個人 好 一會兒你會看不到我 我以為我在看了那些自稱雍的這次 你 你最早是韓劇 你不覺得很韓劇嗎 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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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鯪 你沒有心裡準備看得到那樣的編曲 是嗎 其實你知道這段是第一次導演告訴我 我可以做導演的 我記得我們拍這段戲的時候 因為那首歌也挺長的 導演就說 很長 我要拍些甚麼 難道你們兩個不停在這裏 我說 唱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已經去到外面了 然後她說 是的 她說 你知道這句導演嗎 這句話就說她開玩笑 不如我當作真人 主要原來是一個歌手 這個不可低估 鼓勵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不知道她這樣說這句話 但當時我看 今早看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個處理很好 因為她將那首歌 帶了他們之間的chemistry 離開了現場 很快 入到那個戲 三位歌那裏 這首歌叫甚麼名字 你還記得嗎 神話 神話 這就是神話 神話 這首歌是神話 其實這整個電影《閃亮的日子》 就是羅大遊的第一個處女的作品 就是因為這個電影是劉文靜 因為她認得羅大遊之後 她就認為她很talented 她就介紹給很多人認識 其中一個就是這部戲的導演 廖衛斌 她說 她寫的歌 寫得非常好 大家就說 試一下吧 讓她來寫一下吧 她就寫了神話 裡面有很多歌很好聽 《閃亮的日子》也很好聽 《閃亮的日子》也很好聽 《閃亮的日子》大家有沒有聽過 還有一首歌就是歌 《閃亮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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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由那一張唱片開始 歌唱片的人就開始對羅大遊開始有某種注視 所以羅大遊入行是劉文靜但他入行嗎 應該是 應該這樣說 我們今天的時間似乎不夠去再說劉文靜 本來我真的都很想聽你講一下他 我會講到剛才看到羅大友李宗盛 我們接著也會再講多一點的 所以先回到這件事 這就是你第一次在電影上唱歌,是嗎? 不是 不是,因為我更早 因為更早應該是我第一個處理座的飛虎小霸王 應該是有唱歌 所以我才在高零出了那張碟 比如《別說再見》 哦,《別說再見》是飛虎小霸王 是的 但是這一個對你有什麼特別意義呢? 作為唱歌,除了因為有羅大友之外 因為在電影裡面,你其實是承演夾樂隊的 是的 你是樂團的主音 所以當時你有沒有覺得過 你將來會繼續唱歌,繼續唱歌的 是的,那時候我們唱歌對我來說是比演戲重要 哦 那時候應該是大概1976、1977,是嗎? 哦 沒有實話 其實很奇怪 那時候應該是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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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都會有 哦,778 其實我那次年紀也不小 但你看上來好像是剛出癌的 騙人 你說都不小 其實有幾大年紀?23歲? 不 不知道 我應該是25、6歲 好像十八、九歲 25、6歲 騙到人 25、6歲 所以你不是小過流氓症很多 剛才看起來好像他大很多 不是 我們應該差不多大 因為我們上學的時候 我們坐同一個巴士 真正 你是同學 不是同學 他是一間學校叫許慧 我們是一間學校叫聖心 聖心 都是教會學校 我們是同一個巴士站 所以同一個巴士站 就變成他們是男後 我們是女後 哇 挺刺激的 你便會見到 我本來都是去聖會讀的 聖會的那些男生 都挺英俊的 所以我進不去 對不起 那些女生 我們是分班 我們這個班 是International School 有六十幾個女生 有西人 菲律賓人 中國人 甚麼都有 我們這班 台灣的女生 就好像讀美國學校 不過就是International 一個 雙女學校 我們那次 一起上巴士 你便會見到大家 男生坐一旁 女生坐一旁 大家都 然後 因為先到聖會 到了他們學校之後 男生一錄車 我們還有差不多三個站 到我們學校 一錄車之後 大家便 睡覺 全部都是 我睡覺 甚麼都不管 這個真的很好笑 我經常都覺得 哎呀 這個為甚麼寫在劇本裏 就是 你見到青春 開熱門 是的 我記得 後來我們就認識了 劉文靖之後 因為他真的有一個 band 這部戲裏 剛才你們大家見到的 band 其實都是劉文靖的 band 他們就一起跟羅大友 一起玩 band 我們那個年代 他們多數都是唱 新人歌曲 那 until 羅大友 就加入了之後 他就開始寫一些中文歌 是令到大家 純粹唱得很 comfortable 甚至很帥 對 大家就開始 開始唱中文歌 這裏或者要和大家 補習一點點 就是我們通常 對於台灣的歌曲 由七十年代開始 當然第一件事 一定有兩首很重要 一首就是王力宏的舅舅 就是我們見伏的陸的寸人 因為那個大概都是1974、1975 另外一首就是齊宇的甲嵐樹 這個就叫做是從文歌 即是現代文歌 直到到所謂校園文歌 再到金運像 有蔡琴有很多 七十年代是由這樣開始 但是你剛才講到的那個 似乎已經是校園文歌之後 是的 又再發展下來 對於現在的同學們 可能會比較認識多些的 就是你講到李宗盛 或者接著講到現在的五月天 就是去到應該說八十年代 開始的滾石唱片 所以由剛才你說的歌琳唱片 有很多鳳飛飛 有很多恩尼 去到滾石唱片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稍微補習一下 到底那個過程 如果要講比較簡潔一點 會是怎樣的變化呢? 應該這麼說 其實早期來說 很奇怪 我剛才才跟你講 當一個新的時代來臨的時候 你是擋不住他的 他就好像香港曾經有過 一派老的導演 拍著一些魚翔片 或者魚翔片 跟著就消失了一段時間 跟著再出來那時候 就是新浪潮的出來一派人 不管他們是港台也好 以前的電視台街市也好 徐克他們這班人 梁寶寺 突然間就會有一個新的局面 出來之後 專門 serve了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的需求 我覺得是 樓漢曲也是一樣 他是某一個年代那時候 serve著某一些人 他們喜歡聽某一類的曲曲 好像劉家昌也好 還有再早一點的 你說 姚蘇蓉 青春 有一個generation 是他們有一些歌是很相似的 他們是serve著那個年代的 聽歌的人 或者是買唱片的人 他們的情感 是 until到我們這個generation 可以講由七二、七三之後 因為我們接觸到多了 wesern songs 接觸到多了之後 你好像只是聽那一類的中文歌 是你不夠滿足的 還有那些歌詞 是跟你的生活 好像距離遠了 我們不管說愛情也好 說親情也好 說什麼都好 義氣也好 所以這些東西 始終好像覺得是隔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一直都在等著 一些新的人出來 寫了一些東西 是令到我們興奮的 所以 某生文就出了 劉家昌某的時候 因為他用的melody 是跟以前那些人又不同了 那時候 他又剛剛很match with 這個奇妙那個年代 所以慢慢的那個年代 又製造了一個高潮 在那裏 所以慢慢的 那誰就代替了 開始 就是我們所說的 校園文歌 有些文歌 是從學校 全部都是學校的 大學 大學的很青春的東西 那麼再慢慢慢慢在 右邊是一個另外一個潮流 就是劉文英 他們慢慢慢慢帶進去 就來了 就是羅大學 那羅大學 剛剛開始的時候 呢 除了這個 新娘的東西 其實他都是serve 一個青春品 那直到呢 他拿了他自己寫的歌 給我們大家聽 那我聽完之後呢 就很shock 因為他寫了很多東西 知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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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知乎者也 還有同年 他還有一首歌 《光陰故事》 其實很多早期的歌 很好聽 很好聽 甚至乎歌 他就拿出來給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就 拿了這些歌 就給了很多不同的唱片公司 包括那時候最好的幾個大公司 是不是什麼飛碟 飛碟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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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沒有飛碟 再開始就是滾石 那滾石那時候呢 都是一個很green的company 所以他們開頭 很多大公司 是不接受羅大學的歌 他們不懂怎樣去買這些歌 那些覺得 因為羅大學的聲音 又不是青衫 又不是 他不是那些聲音 所以他們很不知道 這個歌究竟是 那些consumer 會不會買呢 所以他們多數都是reject 我很記得 我們被人reject了很多次 直到呢 我們找到滾石 滾石因為他們兩個brothers 是很年輕的 非常年輕的兩個人 很有熱情 很喜歡音樂 他們那時候就和誰一起 合作滾石的最早期 Woochoochoo 不坐坐 不坐坐最早是文歌的 都是代表人物 他們就create了一個company 叫做Rolling Stone Rocks 就是滾石唱片 他們那時候開始的時候 他們最早 因為資金很少 他們最早 其第一張唱片 應該是不處處的唱片 第二張應該是 好像是潘月雲 潘月雲 這裏有多少人知道潘月雲 請舉個手 我也有問 春嬌月致名 就是潘月雲 我第一次聽到唱 第一次啊 其實五月天的時候 已經好像是翻唱 它是用我的名字 但是我第一次聽到春嬌月致名 這五個字是潘月雲 噢噢噢噢噢 好 好像第三張就是 都是有個電影叫做 《小人脈狂想曲》 就是潘月和淘大王 是是是是 朋友歌 是是 他們那次賺了少少錢 好想簽羅大友 不過都是害怕的 我好記得 我們在 我那次做那個電視 有十八個女人 那時候 他們走來我那個production place 就坐下來和我談 就說 我們好想出羅大友 不過不夠膽 你可以幫我們先出一張 叫童年 先拿羅大友的童年來唱 你先出一張 然後就出他的知夫者 難怪他是在童年之後 是 所以那時候就是 我先出了童年 把童年 擺出來羅大友是寫曲的人 那麽就開始 那麽就開始 大家就對他很有興趣了 然後就create了這個 這個羅大友風潮 開始 他都算是 如果是這樣說 是一個新浪潮 一個新音樂浪潮的一個景點 是 因為他 我想他那時候 剛剛他所有寫的東西 都很match 那個年代的 年輕人想聽到的東西 因為除了外詞之外 他有很多 你知道他比較 浪漫 他都不像浪漫 他有很多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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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也是 所以那時候他提出來 很多對 很多的看法 很多questions 我覺得很適合很多男人 因為羅大友是 開頭的時候 你會很難得見到 他的粉絲 或者是 我們幫他做council的時候 你會見到幾乎 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男士 以前聽留學歌曲 你會見到多數都是女人 羅大友是改變了整個concert 我很記得我們第一次去 那副紀念館 我們拍了run down 他們說 第一首歌應該唱 因為開頭 多數concert都是喜歡 一開始唱一些冷門的歌 Walmart的地方 對 我說不好 我覺得你應該 一開始就是 六九小鎮 他說 是不是 我說試一下 他真的一開始就是六九小鎮 一開始就 全班人已經瘋了 所有的男人衝到台上去 唱歌 弄得大家都很緊張 所以就變成 那次突然間他就變成了 一個icon 其實你可以說 都是一直下來 人心海海 於是 對 球場全部的人都舉了手 對 你剛才說到有滾石 因為滾石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神話 或者是一個傳奇 最少 因為一開始 你是說它是一間低成本的 自己獨立的公司 後來其實當台灣歌流行音樂 越來越做得成功的時候 有很多外國唱片 公司都會來收購這些唱片 而滾石是唯一拒絕他們的 我很想大家在這個時候 回顧少少一個滾石的歷史 我們聽一首歌 我們有你在那裡 希望你認得 嘩 很多memories 因為 很有趣 我們只知道有明天會更好 我們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知道 有多少人是知道有這首歌的 可以舉個手 快樂天堂聽過 知道的 嘩 你這麼老 看不出我 這首歌的 有一個背景 有一個故事 在背景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本來只有滾石 跟著滾石 起了之後 紅了之後 就分枝出來了 為什麼呢 不坐坐 就離開了 本來滾石 都有一個大象 叫做泰博 張小營的先生 彭國華 他都是做宣傳的 做做唱片的 他很厲害的 非常厲害 誰知道他們跟段家的兄弟分家 他們就開了一間叫飛碟 變成那個天下就是 飛碟和滾石 兩間公司 永遠都是打對桌的 他們那邊就 哎呀 他們那邊有些什麼 Soul Ray 那時候是他們那邊 每一年過年 我們一定是有一場concert 是跨年的 每一年一定做的 所以開頭就是滾石 所以我們那個家族是很大的 每一年都有很多年 一定是過年聖月 麻煩再來提concert 我們一定跨年的 有一年飛碟又出 他都要做跨年 他是另一個man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一個地方 會議中心 不是 因為開頭的時候 應該是國庫紀念 後來就轉了 大一點的地方 有一年就是 大家覺得 在那裡 我們就做了這首歌 《快樂的天堂》 他們也做了這首歌 總之都是大家要打對台 打到 我都很記得那年 我們一開始也是 我們全部的人一開場 全部一起走出來 就唱這首歌 我是兩個片段選了這一個 因為我都好像看這個 會看人藥看得清晰一點 是啊 是 因為這個真的 所有的 其實大家看到 有一兩個名字 不是很記得 不過其他那些 都是當然 因為滾石花了很多時間培養 還有他們都為了滾石 創作了很多奇蹟 周華健也好 李宗盛 張華娟 李特教英雄 最後那個人 嘔一嘔 那個女生 他是寫歌 寫得非常之好 我不知道你們 大家記得有一首歌 誰唱的 潘雲雲唱的 他叫什麼愛我 嗯 他叫什麼 很長的 那個名字 是啊 謝謝你曾經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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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啊 都是中華人中華人 喜歡寫的 另外一個大眼鏡的女生 是 王仙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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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之好的歌手 和寫歌的人 是 他也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其實歌詞 我們是 很多很多 就是 精英 我覺得真的是精英 在滾石唱片裏面 還有呢 很多人予以進來 來join這個group 所以有 王仙蓮 大家見到王仙蓮 那時候挺年輕 哇 真是小妹妹一個 陳淑華 陳淑華 早期呢 在台灣 其實是一個 restaurant裏面唱歌的 唱英文歌的 唱英文歌的 後來就找了她來 來 加油我們 所以很多很多人才 很自動地聚在一起 所以 那個年代 那個十幾年 我覺得是 大家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我想知道 有一件事是 這些人走了 是不是因為 他們覺得歷史不好聽 我在這裡看的時候 其實我馬上要說 你跟現在有關 不如他走了 因為 我馬上有感受 就是我看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 香港流行樂 好像沒有過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是甚麼呢 容許我 elaborate少許 第一件事 就是 不知道是否因為 他也是有一個 行靈文歌的 一個潮流 一路下來 我想當時 你所說 大家都是大歌星 但我的感覺很純樸 包括他唱的歌詞 裏面 都是很純樸的 我印象中 我們香港的歌 或者這個是文法史言 沒有試過 有些歌詞 是何馬吃著水草 那些歌詞 這些比喻深的歌詞 很好笑 但是在這裡看的時候 就是覺得 其實很多歌手 到今天 你說王允寧也好 或者周華田也好 甚至李宗盛也好 甚至李宗盛也好 還有你坐在這裡 大家還是一個 可以說 自己 決定自己的 那個人生 和音樂風格 裡面 去繼續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覺得純樸那件事很重要 就是 他幫我們找到了一個方向 雖然你可以說 李宗盛都找很多的收入 但是他現在最喜歡的是做結他 自己在這裡做結他 諸如此類 所以 你覺得香港的流行樂 因為你後來也有來到香港 所以這些台灣的 和香港的 你會怎樣比較兩個環境 那個不同 應該這樣說 我經常都覺得 台灣做音樂 是單純 比較單純些 所以單純些 第一 我經常都覺得 香港太多頒獎電 是嗎 你都覺得 你每個電台都要有一個 每個電視台都要有一個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太多 那時候 你根本 你那個 purpose 在哪裏 你不止那個 purpose 是走了 你是令到 它變質 所以變成 大家不知 寫歌是那個 purpose 那個原始 那個出發點 究竟是為什麽 反而台灣 你看台灣這麽大 如果你說歌壇來說 它應該是多更加多的 所有的頒獎電力或者比賽 反而沒有 它真是 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 按曲獎 所以 我覺得 它有 它留下了一個 很單純一個環境 給寫歌的人 還有 一向台灣 我覺得 是多元化一點的 它可以 allow 大家有不同的 唱歌的方式 不同類型的歌 它可以生存 一月可以生存 那時候 你便會見到 每一個不同的 talents 它便可以很滿足 在它的環境中去創作 你說 它是否沒有樓行曲 不是 它依然有 它很大的一款 是被樓行曲曲的 那些人 他們是否有 他們那些環境 他們寫他們 適合環境的歌曲 甚至乎你說 最初的時候 你說周杰倫 周杰倫 最初的時候 她的歌曲都是很特別的 她都是創作著 她自己的 own character 她都是用著她自己的 她自己想出來的方式 就很不容易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在這裡笑 不知道 不過我一看她的封面 我就跟劉威英說 我說這個男生會紅 蛤 為什麼 我說因為她知道 她cover自己 就是她清楚 她自己的決定 在哪裡 她的神秘感 她是一個很好的Sales 你不覺得周杰倫很好的Sales嗎 是嗎 很talented 她很有生意頭腦 她很神秘 妳知道 她的歌曲也很特別 那你就很curious 她是一個人 因為她的talent 夠cover到她的樣子 所以令到大家慢慢慢慢接受 慢慢慢慢慢慢 她漏了些 到最後你接受了 你習慣了她的樣子 蔡琴也是一樣 蔡琴她第一首歌 某天某天某天 是我的主題曲 她第一個MV是我拍的 你真的不相信 她真的 她在recording room裡面 我去拍她 因為那首歌 那首歌是剛剛的Hits 我們就拿到來 我很喜歡那首歌 變成我自己的戲 我第一部導演的戲 主題曲 她就說 好不可以去拍她 她說 好 你去拍她 我第一次看到她 當然是有聲 好 OK 不過我始終我respect 她完全是以前的裁品 不過她的聲音 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是忍不住 一直對著她拍 因為我覺得 嗯 不重要 因為她應該是有 我覺得她自己有 某種 是Karen 莫文慧 莫文慧 大家在香港的時候都不明白 她是否台灣人 為什麼台灣會在那時候 給她這麼大的認可 但是回來香港的時候 你覺得她是國語人 你用她的經驗 可不可以 跟我們分析一下是為什麼 所以我就是在說 其實 我經常都在看這個文化 就是這個文化 我都很驚訝 因為 香港應該是一個比較 國際性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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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她應該是可以接受 或者接收 所有不同類型的表演風釋 或者很多不同的媒體 反而我覺得 我覺得是 我看到的 不管是電影也好 唱歌也好 我反而覺得 香港是比較 conservative 一些 保守很多 是習慣某一類型的東西之後 就很習慣那一種 就不想去接受太多其他的東西 不知道是否因為生活的 那個單字態 那個pressure很大 壓力很大 哎呀 免得 就接受某一種 所以 就變成 台灣反而是more relaxed 它是某一種的情況之下 它是完全 totally open up anything 新一點的 是特別一些的 甚至乎廣東歌 在台灣 大家都很興奮 誰不懂唱小李飛刀 真的 草留香 因為草留香 是用草留香的 大佬的草留香 是用草留香的 那首歌的 真的 所以我覺得 始終是 台灣 在這方面 他們真的比較開放很多 所以 莫名為 他又代表了某一種 另外一種 有少少 western 有少少大膽 夠 開放些 放的 那種放又不像 爭灰味那種 它是另外一種 它是有一種 sex appeal 所以 它又create了一個 台灣沒有 這一類的歌星 那個形象 所以 莫名為在那裡 是有它的market 所以我為什麼說 Gigi的spaghetti 我是很喜歡聽 就是通過 台灣才會有一種 好像 有沒有聽過spaghetti Side track 我 我想說一件事 是因為 其實 好像你在台灣 做的那些唱片 其實 並沒有一些 是香港的 我舉個例子 亦都等於 今天如果我們說 台灣有很多 朋友喜歡的 陳以貞 其實都沒有一個 香港的 那些 叫做什麼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我推出一支唱片 來講我自己想講的 通常我們在香港 你要推出一支唱片 要不然你要好像 JAM 那樣 就是 那些技巧 是很厲害的 就是大家都覺得 怕你了 就是服了你了 然後就去卡拉OK 模仿你 或者就是 拿來 有時候我覺得 一些人去卡拉OK 是impress 那些男朋友 女朋友 但是你說 真的去到要唱一支 用來去講自己想 比較想分享一些意見 比較想opinionated的歌 我印象中 香港是沒有 soul called 我們叫做概念大碟 這個東西 不知道大家可以提醒我 香港有沒有哪些歌手出過 叫做概念大碟呢? 莊藍家有兩支概念大碟的 一支出在1986年 一支應該出在1989 以上 還是87 你愛我媽媽是87 是嗎? 應該是87 是87 芒與芒 芒與芒之前 是 是芒與芒之前 85 85和87 兩年而已 就出了兩支這樣的概念大碟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兩支碟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這兩支碟呢 一支叫做芒與芒 另一支叫做你愛我媽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只是想集中討論 第二支 就是你愛我媽 因為這兩支碟裡面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一支 而你也是比較喜歡這一支 請問在座有多少同學 有收集過這支碟的 你愛我媽媽 是 終於不用擔心 你看看 你們都沒有 斷層真的很厲害 我今天還買到這支碟 130元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聽完這個talk之後 你有興趣的話 你是可以去找到這支碟的 是燈光太光了 所以看不到 有一個很性感的風套 對 Sylvia在床上 好了 夠了 麻煩你穿回來 我們有 我希望用半個小時的時間 聊聊這支碟 或者20分鐘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支碟 就算我昨晚再整支聽一次 我覺得它印證了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音樂是真的好像酒一樣 不是時間或者年份 去扣它的分 而是去加它的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當它能夠做到很獨立的時候 它就可以超然於一切的時代 為什麼這支碟會有這樣的能力呢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支碟的歌名 這支碟 第一首歌叫做《他想》 即是說《She is thinking》 或者是《She thinks》 打它上 然後呢 第二首歌呢 或者接下來那些呢 你真的很難會在大部分的流行曲裡面 找到這些歌名的 他的心是個巨大的收車廠 他的心是個巨大的修車場 然後呢 那天我們談了一夜生活 第三首 他沿著海灘的邊緣走 第四首 他打算這樣過一輩子 第五首 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頂 我想基本上所有最長的歌名的歌 都是張藍家唱的 還有一些 什麼 747 747 747 飛向二鄉的 飛向二鄉的747 這些全部都是很長很長的歌名 首先想問一下 這支碟為什麼 我會叫這支碟很 bold 就是說 哇 這些名字是你要記的 但是當然 他的心是個巨大的收車廠 從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記得到現在 我回流中間任何一個標碟符號 同一字 是什麼令到你會去這樣做一支唱片呢? OK 因為我自己經常覺得 我開始做中文碟之後 我一直都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即是 如果是 那些人拿 即是早期那支歌名 他們就會丟歌給我 那一個producer就進來 這個歌名很短 是小別啊 奈何啊 哈哈 也許啊 是呀 你唱了很多這兩個字 是啊 我很喜歡這兩個字 心動啊 因為其實那時候就是 他們有一個formular 就是一個formular 在你做事 那我就整天覺得自己 非常不fit into formula 即是 我整天都覺得自己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做這項做了那麼久 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 跟那個formular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哎呀 我不開心啊 我做得很不開心 那童年都算做得OK的 都算OK 都算OK 雖然被羅大 有得罵到飛氣 即是 哎呀 做得好 我童年都差不多 唱了六個月才唱好的 是go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所以後來到最後那時候 其實唱歌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害怕 就是有一點點 被嚇唆 真的被嚇唆 究竟我是不是會唱歌呢 唱歌對我來說是什麼呢 所以開始我就 一直被嚇唆 一直被嚇唆 直到我認識李宗盛 李宗盛是早期那時候 是小孩子 我看著他 看著他 對 看著他 慢慢慢慢 突然間他想做producer 那他就是我那張 《盲與盲》 是他的第二個producer 的No.2唱片 所以他花了很多時間 跟我一起聊 那我們做了《盲與盲》之後 他的反應非常好 那是the first concept album 所以我開始找回一些信心 我才發覺原來 對我來說 唱歌應該就好像說話 那要說什麼呢 我可以說心事 我可以說poetry 我可以說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 所以就變成 我做《盲與盲碼》那張唱片的時候 我的producer就是黃千頂 黃森美的女生 那女生 那女人坐在一起 始終是比較了解大家的 那大家就開始聊一些心事 聊一些關於長大 性數 對 關於生活 失戀 什麼都說的 什麼都聊 那他就慢慢把我的thoughts 就group起來 group起來之後 就開始找一些寫歌詞的人 開始寫歌詞 所以我們是這樣調整來做的 就是先聊天 先聊一些我的日記 好像我的日記一樣 聊聊天之後 將我所謂的心情 在這幾年之間 不管我拍戲也好 我是做什麼之下 我去到別處 我突然間會不會 或者我遇到一個老朋友 或者你現在 你現在很紅啊 很忙啊 那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頂的時候 我的心情是什麼樣子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來自於我 那段時間 我自己 發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 變成我自己的心理的日記 變成慢慢變成歌詞 再轉成melody 剛才說過概念大碟 那到底概念是一件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過一個概念人生 或者你今晚回家 可以幫自己寫一張概念大碟 其實是可以的 但最重要是要抓到 你有什麼想說 第一隻我想大家聽的歌 它沒有MV的 因為那時候好像還沒拍MV 所以大家只能夠在這裡 看著歌詞 然後去想像一些畫面 你可以自己填進去 就是我剛才說的他上 為什麼我想先由這首歌開始呢 這首歌要全部聽完 但是不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想大家去聽一下 或者看看 在那個年代 為什麼用它的創意 不只是模式 或者是方程式 這首歌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你一定要聽到最尾 你才會知道 哦 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 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有原念的歌 如果你寫到這首歌 有一點像是一個偵探小說 我覺得也挺有趣 不過聽完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有沒有感覺 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首歌 這首歌 男同學是否很有壓力呢 這首歌 你知道我聽這首歌 我聽到突然間 中間突然就沒有了 我看了明天還有兩回多鐘 原來最後 他再製作了一個版本 是英文版的詞幕 那樣 他就說 she thinks you still love me 那樣 所以你真的很有粉絲 因為你這樣去拍那個 證明他也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有一點 我為什麼問那些男同學 有沒有壓力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它給我很強的一個感受 就是我很想用同樣的東西 去問有些人 那些是那些不肯改變的人 Pink it for granted 是的 很有趣就是這首歌 其實它對我來說 最欠到我的就是 生活當中 有些人就是 永遠等對方做一些事情 然後他就好像 我選擇這個或者選擇那樣 沒有所謂 其實是不是真的沒有所謂呢 到底是什麼激發到 你會想唱一首這樣的歌 不是 這個就是我說 當女生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就會好像在說 你剛才說過的東西 對不對 都沒有說 無所謂啊 真的是無所謂嗎 好嗎 你試試看是不是真的無所謂 所以其實 這首歌其實很奇怪的 我平時很少聽 我很少聽自己的歌 又很少看自己的電影 不過這首歌 每一次我拿出來聽 我都有一種 有一種很warm的感覺 不知為什麼 跟它還很親近 是啊 就是覺得它 這首歌不會老的 嗯 這首歌其實 for years, years, years 拿出來 就是我覺得是 我現在拿出來唱 我覺得跟現在很多年輕人唱的歌 都很像 我不覺得它老的 就是它可以用一個 我覺得比較可能 他們未必會這樣問 因為都是學成了 接受多 就是在生活裡面 現在唱一首這樣的歌 其實對我來說 是等於現在的人只說一句話 就是說 你都不照顧我的感受 就是這句話已經蓋過了 剛才所有的歌詞 照一說 你都不照顧我的感受 你應該明白我剛才說 但是這首歌 把它好像一個濃縮的東西 放到一個水裡 它慢慢再化開來 讓你感受到 人是應該有要求 但是這些要求 當時不是別人去告訴你 是應該你自己懂得去要求 還有它寫詞寫得好 因為我覺得它白髮 白得真是很靚 白髮白得很靚 白髮白得很靚 而且我唱歌的時候 好像說話一樣 完全是好像說話一樣 其實我到後來 習慣了唱歌的時候 好像說話一樣 慢慢慢慢就變成 唱歌對我來說 已經不再是表演那種東西 其實真的應該是 所以我的歌不會在卡拉OK 長長出現就是這樣 很難在卡拉OK 找到這首歌出現在卡拉OK 一定要走吧走吧 那些才容易 真的 真的 因為它有某一種 pattern 你可以follow 它就容易 剛才我覺得 它沒有所謂的副歌 或者那些 中間就是 你永遠就是 我都填過幾首這些歌詞 所以監製永遠都會告訴你 或者作曲人會告訴你 最重要的是那幾句 tag 就是說別人唱來唱去就是那幾句 就是如果我 即是做巴做巴嗎 是的 但是它是完全沒有一個重複的 所以我覺得 所謂概念大碟 這裡要回到主題 就是 其實我們剛才聽到那些很長的歌名 它本身已經是畫面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見到那些歌詞 其實裡面有很多 對我來說 是問號來的 問號背後是什麼 就是 我有很多好奇 還有我有很多 我希望通過 去感受也好 去觀察也好 想和你分享我對生活裡面的一些 你可以說 用果而來的一陣子 有了痕 就是一些痕跡 所以 概念這件事情 我覺得 好像對我來說 就是 很philosophical 其實裡面有很多歌都是這樣的 就是 《那一夜我不看了》 《那一夜的生活》 那一首歌都是 永遠都是 我唱那首歌就是 那個畫面就會出現的 就是 它會出現 好像我和一個 好像和一個 比我年輕的人在那裡聊天 其實和他聊天的當中 我是和自己在聊天 所以很多歌是 當你到我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 那種感覺出現的時候 你很想留下 你那時候的感覺 那through什麼呢 當然是我們做這個行業的 不是用電影 只是用歌曲 那歌是比較容易一些 始終是involved 比較少一些 所以你遇到好 它寫歌詞 就這樣寫下來 所以 幾乎那張唱片裡面 很多歌詞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重複 或者沒有什麼副歌 童年都沒有 童年三百幾個字 三百幾個字 歌詞很難記 是沒有一個字 是相同的 即是 即是不能讓你在酒吧酒吧 那裡去想想 是啊 是啊 所以你知道 這些寫歌的人 他們在寫歌詞 是他們真是在表現 他的sauly feeling 他不是當作是一個formular 在填詞 不是填詞的 是filling to 好 幸好 快點復歌 又可以重複 他真的沒有這件事 他真的 每一個字都是他想說的 我們現在說卡拉OK歌 對從八十年代尾開始 或者去到二千年是高峰 對我們年輕人來說 最大的那個影響力就是 它代表實戀的一種心理治療 就是你是靠唱卡拉OK歌 來去療傷 所以我經常說很有趣 就是我去到卡拉OK 經常有一種入地獄的感覺 因為你走過的那些房間 全部聽到裡面的人 都好像被人鞭打 就是你走過的 你聽到那些回音 就覺得 就是不是唱歌 其實是一種發洩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有趣 就是唱歌作為一種睿智的表達 和唱歌作為一種情緒的宣示 並不是說後者一定有壞過或壞過前者 但是當他一面倒的時候 也就是說那個市場太弱流強的時候 其實現在今天大家再去聽這些歌 甚至都不知道原來曾經存在過 或者這些歌為何可以做得到 反過來就是覺得歌 似乎應該是 林直寫的才是叫歌 或者是歪文寫的才是叫歌 因為那些歌詞就是 絕啊!中! 就是那些人 現在的人最重要的歌詞就是要中 我不知道中什麼 就是你有個靶子在裡 然後他一口一字射起 但是這些歌詞就是你要去絕的 就是你要去慢慢地去答 我們叫做 所以變成我歌手 你剛才說過的東西很有趣 就是 其實在我們的文化裡 已經沒有那麼多 剩歌曲 但是這些時候 你就覺得那些人 他真的寫一首歌 而那首歌是有很多的 我叫做養分 是叫做感情在裡面 是 其實我們第一隻黃一盲的線 我很記得第一次 我們記者招待會的線 因為我裡面有很多對白 說話的 我很記得 因為那時候我們錄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大膽的去試 這樣 還有我們做了一些 sound effect 那些 sound effect 其實很多都需要半夜去錄 例如去廁所的聲音 擦顏的聲音 還有去商場的聲音 我現在很努力很精深去製造一個 因為李宗正認為 可否將你的電影的 effect 和一幕的 effect 可以變成一個合成一個 你可以聽到聲音 然後你可以想到很多東西 好像很visualize 那整個線 我說好事 我們就試 我第一次記住 那時候我們一出來的東西 那些記者在那裡笑 因為就是 大家都要接受新的東西 那時候 其實是需要時間的 我記得他們一笑完之後 我就開始哭了 因為你花了很多時間 你花了很多心願 後來我都realize了 其實是真的需要時間的 因為那時候真的沒有人做這些 所謂的 concept 所以當我們第一個 你要走第一步的時候 你要走出你自己一條路的時候 一定是辛苦的 所以不要緊 總之都過了 所以後來我就一直做下去 反而變成簡單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剛才聽 例如你剛才說 Tasha 她沒有什麼時間限制 我想再聽一首歌 用來引證 其實真的時間有時候 不是一定要被她帶走 我們可以帶走她 我想聽聽這首歌比較特別的 就是她打算者要過一輩子 好嗎? 這首歌挺有趣的 你聽了她上 然後我用這首歌 我還是努力的 這個相對來說比較油 我就是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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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辦法 這個歌 我很記得我錄的時候 我在 dissue that 我在馬來厚的時候 錄的 你信不信是美國錄的 因為是拍戲的 所以我搬了我去美國 然後之後回到美國 一整張唱片 在台灣、香港 很多地方我都錄過 我們在Malibu 一個錄影師室 那個年代Malibu 我看著Sunset 因為是滾石 因為前面給一張唱片賣錢 你可以想像我那個年紀 30歲再 很free 很喜歡自由 真的沒辦法 是很開心的 很想唱一首歌 因為我經常覺得那些外國人唱歌 真是 那個life feeling 那個lifestyle 整個人可以唱jazz 也好什麼 哪一個人唱jazz 可以free唱這件事 所以 to me 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譚成哥為何說 無時間限制那件事呢 我想今天大家聽 很多 因為你是用女生的身份唱這首歌 我想很多女生都覺得 我真的要買一間房子 自己在樹上睡覺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是不是 我想現在也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 難道好像第一首歌還要問 你記不記得 這件格子衫在這裡買給你的 又沒所謂 真的好像… 那一句之後 我自己買個房子 真的沒辦法了 所以我看過概念 但是 forward 將來找到一個劇本 finale 其實原來 那類似的時候 你已經看見 女色的未來 就是盡力爭取大 你是什麼方法 你不是在唱 就是 helt很幸福 或者我會怎麼樣 你又不是唱失戀 你是在唱獨立 我裏面有一首歌是一個男子的失戀告白 在說男人失戀 我又在笑著這個男人 MTV也是我自己拍的 我們找不到的 我也找不到 很多MTV都找不到 這裏面所有的MTV都是我自己拍的 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原來有一件事是不會受時間限制的 就是當你是真的在一個藝術品裏面 去跟我們分享 如何才找到獨立的方式 就是情感獨立或者精神獨立 因為大部分人其實 永遠都好像依賴著某些東西而生存 所以為什麼很多歌手受歡迎呢? 譬如陳奕述的《好狗不見》對我來說 這麼受歡迎的一個理由就是 他很懷舊 就是他absolutely 覺得說 如果時間能夠讓這件事發生就好了 或者我就會看到你了 就是大家對懷舊的事情 尤其是年輕人喜歡懷舊 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現在18歲就開始懷舊了 20歲就開始懷舊到不得了 就是覺得他沒有未來 一定要做回他的舊情人 這個文化本身也是 看回頭 好像在那時候來的 就是我們很少有歌在說 我們是可以獨立的 我們是可以接受我們自己 愛我們自己 或者是告訴自己 其實這樣也不是很壞 比如說剛才那首歌 就是說 他回去 他沒有說什麼 真的沒有辦法 他沒有解釋的 他只是當你明白 總之就是我去睡一棵樹 老太太也挺好 就是主義此類的 當然我會閱讀說 他投射了我老太太 就是他自己 就是沒事的 都會老的 這樣子 所以 他真的沒有什麼時間限制在這裡 就是那種瀟灑 或者是那種輕鬆 所以是不是現代人反而反過來 是沒有辦法可以接受自己 是這麼獨立的 我覺得現在的歌 是不是太heavy了 就是好像一定要寫出某些詞 或者甚至有些詞 是你不明白他寫了什麼 就是很多人唱歌 我有時 不是經常 不過我有時打開電視看 有些人 尤其是香港的歌 對不起 真的我不是很明白 我不是很明白 他那些詞在說什麼 你不明白 有時也不明白他們唱的 我又不會不明白 我明白 是嗎 是不是廣東話差一點 真的 真的 這句是什麼意思 有時他們的用詞 或者是他們 整個歌 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 但未必好像你所說的那種 是說 在說話 即是他不是在分享一個 分享一個feeling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的歌 就是他鼓勵你的心裡 其實是想說什麼 其實他們現在有點像 是捉你的心理的 所以變成那些歌 由歌名開始 就是你知道 現在好像大官員 那麼多歌 最重要就是 你一看到歌名 覺得這首歌是在說我的 那我就去唱 還有唱完 老實說 又有第二首歌 所以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經常都很希望聽到 聽到多些 就是 其實我覺得香港 都會有一兩個 他唱的歌 你一唱出來 你覺得 真的是他想說的話 即是他在唱 他在唱 這裏在想什麼 心裡在想什麼 他在唱這件事 是他的歌 多數我看到 都在表演 多數的歌聲都在表演 尤其現在越來 很多節目出現之後 就越來越多表演了 都越來越多了 反而少了 我經常聽到 唱歌應該是很開心的事 你不管聲音好不好聽 甚至我覺得 broken voice 如果你唱得好的時候 都很touching的 因為唱歌應該又 是真的 你隨時開口 唱個 我開心的事 不需要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唸 給誰高一點 誰低一點 那些 其實不是給那個 我真的 始終都是希望 所以 例如我們 一開始聽到 Adel那些歌 一開始 來就來 是嗎 他有時候 那些聲音都 沙沙地去 照這樣去 後來我真的 知道 因為我小時候 聽很多西洋歌曲 我也是喜歡聽 有些女人的聲音 是broken 那些聲音 唱得是沙啞的 不過 甚至他 有時候 就算他唱得高 那時 screening 那時 都是令到你 touching 而不是給誰高 那個聲音 因為你的聲音 就很獨特 我想對有些人來說 你用它很直接 現在沒有聲音 現在 說話說太多了 我反而覺得 今天 我想大家聽一首歌 是你唱的 我發覺和 你剛才看《閃略的日子》的時候 真的有很大分別 如果我們不是因為有這個下午 能夠很集中 很濃縮地聽張藝家 從一個時期過到第二個時期 我們未必會注意到原來 好像你剛才所說 有時候是唱歌 有時候是通過一首歌去說話 我們看一個就是 李宗盛和張藝家合唱的《因為寂寞》 你還記不記得那一晚? 記得 為什麼不記得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還是特別的感覺嗎? 這個是李宗盛 第一次在台灣的小巨蛋 開演唱會 是感性與理性 是 他半年前就來找我 他說 他叫我大姐 大姐 小碧要做演唱會了 你要幫我 我說我幫你 哇 他是大哥 他是一個小巨蛋 是嗎? 他說 不行不行 他說你一定要幫我 他說我害怕 他說他害怕我 因為他第一次做小巨蛋 哇大哥 我還沒做過小巨蛋 我還沒做過演唱會 我說 好好好 那你要做什麼 他說 他說 他希望我幫他重回 就是和他一起去做所有 每個地方重回 我沒試過 那 這個是第一次 我幫他開場 就是 the every opening 我幫他開了一個場 那 令到他心裡面很安樂的出場 那 他開始唱他的歌 那 中間我再出來 和他聊天 唱歌 那 然後他就不需要我了 他是大家的小李大哥 大哥大哥 他現在是大哥 不過是 李宗盛跟我真的很鑑 真的很鑑 而且他是一個 我沒遇到過一個很talented 真是talented的一個音樂人 而且他所有經過的過程 我都很清楚 我很佩服他一件事 就是 當他是很紅 在滾舍做副總經理的時候 他突然有一天 他決定了離開 在那時候 本來他就開始bounce 賺很多錢 因為他真的 這場景每個都賣錢 他說他好像真是一個金雞 那樣 就是 嚇得都是精彈 那 所以 有一天他突然間 他就說他決定了 所有的東西都不要了 他就重新來過 他就放棄了所有的東西 就去了北京 先去上海 跟著去北京 先去北京 先去北京 不記得 anyway 他放棄了之後 我去大陸見到他的時候 他真的開了一個 很舊的麵包車 他就說 因為他始終覺得自己是個音樂人 他如果沒有一個simple life 他是沒有辦法專心 去做回他的音樂 他又很想做吉他 因為他覺得他以前 唱歌寫歌 不過他吉他不夠好 他就開始要重新認識吉他 他就開始練吉他 做吉他 真正自己做吉他 開始來認識吉他 到現在為止 他都不是這麼大量燒他的吉他 不過是 他真的有時候是自己做送給朋友的 所以這一點我是非常非常地佩服他 到今天為止 比如我去 我不理會去看他中冠線 或者是後來他最近 剛剛有一個新的演唱會 是 既然青春留不住 對 我們幫他做了下一句 既然青春留不住 能擺一個尾就擺一個擺 我們幫他做了下一句 他所有的演唱會 一定會出現 就是會看的 你都覺得他正在進步 這一點是很厲害的 所以進步仍然可以發生在高人身上 我覺得很重要 對他來說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想是中間有一段時間 他都會看見很多新人出現 很多人好像比他紅 好像說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是周杰倫 現在是王立王 或者是誰誰誰誰誰 出了很多很多人 他一定聽過很多關於這些事情 但對他來說 一定有某一種的 不可以說打擊 我覺得是有某一種的 有一種作用在這裏 我想我們同時 我們不走開 我們在這裏放 我們看看 就是 楊宗偉有唱過《罪愛》 有一位同學 你們三位 他有提出一個問題 是關於楊宗偉和《罪愛》 我很想大家先看一看楊宗偉唱《罪愛》 好吧 好吧 所以 吳熱你的問題是甚麼呢 我們今天有三位同學 你問之前呢 我先complain一件事 第一歌詞呢 他寫歌詞 他寫歌詞 中友人和整個歌 錯了 因為是中友人 中友人和我 雲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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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 complain OK 喂 你好 其實我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 也是那個Edward給我放 就是在上學期中門課以後 之前聽完以後呢 我之後 我一出來那個場 我自己開始哼起來了 然後睡覺時候再哼 但是如果 比如說如果我第一次聽到您唱的話 你唱的話 那可能我一出门 我旋律就忘了 但是那种情怀 就是你的声音的那种感觉 我会一直在这里 就之前你唱的各种歌 其实也都是这样 就是可能那些旋律 我可能都记不住 但是就是那种 就是比如说 真的真的怎么办 那个我就一直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您是怎么理解 你自己的这种风格的 或者说你自己的这种声音的 对就是 就是这么独特的一种 音乐 我刚才以为你说 就是你每次唱歌 我听完都会忘掉 我觉得它是词重于词的 就是它不是意在表达 OK 其实我们讲会最爱的话 我有听 因为他们跟我讲 他有唱这首歌 我就听 因为这首歌其实 当年是在我的戏的主题曲 是我的最爱的主题曲 虽然我们香港人 会记得在朗吉尘的这种 是另外一首 不过在台湾版 那就是李萨奥 那么李萨奥 这个曲呢 真的是一个 忠祐远歌 是他的诗 我是从他的诗 我是从他的诗看到这首词 我当分的词 我非常非常的爱 那我就把它拿出来以后 把它重新再加了一些东西 然后丢给李宗盛 我没有想到李宗盛 会写出这么美的melody出来 因为李宗盛不是写 这一类的歌曲的人 可是他居然写了 这样子的一个melody出来 然后丢给李太祥 作片曲 在橄榄树的composer 那对我来讲 最爱这首歌 并不是很好唱 所以当初我在 在recording room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害怕的 可是我后来就是 一直很努力觉得说 它是一个 它是一首诗 我就用就是念诗的感觉 去念它 去唱它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对melody的那个记忆 因为像杨宗盛 杨宗盛他们唱歌呢 都其实是 先把声音 感情已经在声音里 你先 红颜若是只会 它已经是告诉你说 I'm very sad 它是先把这个东西 先丢进在它声音里 可是对我来讲 我就不是 你知道 我就是 像朱小阳 他写东西也是 他写东西 好像看起来是很平淡的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你是会 掉进去 你知道 因为就是因为 他很淡淡的去走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那时候唱的时候 也就是用一个 很淡淡的一个感觉 就是 几乎我的歌 都是用一个很淡淡的 像说话 告诉那些东西 可是因为那首歌的本事 每一首我唱的歌的东西 我都觉得我自己 有某一种的感情在里面 我也记得有一首歌 叫《箱子》 你们大家没有听过 那首歌呢 很奇怪 就是大海派 箱子的大小是旅程的窗段 箱子那多少是路途的 什么东西 就是它都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真的就像是 我在跟你说话一样 你知道 我就是希望就是用 大概我就是一直后来 李宗盛也好 那到后来 因为我所有的音乐producer 就是李宗盛啊 王兴莲啊 这两个这些人 所以他们都很希望 我就是让我上说话 这样子去唱歌 所以我就 最后就 大概我也只能这样子唱了 你知道 就这样唱下去了 其实我认为就是 不一样的风格 就如果来 诗来说的话 就比如说李白的诗 他刚开始 就是一须喜酒 啊一下 然后开始了 就比如说像孟昊然的诗 他就是一整首诗 就是相当于表现一个风格 我就觉得 您可能比较像孟昊然 可能杨真伟呢 他就是李白 好 下一位 Selvia 你好 那好像刚刚你说 你唱歌是好像说话一样 我也都接收到很多message 在你的歌里面 那譬如上个学期 之前Edward给我们听过 明天会更好 那就有一些社会意识 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那但是呢 真的很像当我自己去做义工 或者做一些project 去帮别人这样 做完之后 我就会有一些很迷茫的感觉 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做了好事呢 而且我会看到一些 譬如这些组织 招义工他就会写着 他可以改变世界 你做这件事就可以这样 但我就会在想究竟 是有没有这个作用呢 然后我之后也有 在你的访问那些 有说到你是20年前那个时候 已经有去非洲去做一些公益的东西 接着你是每一年都会再回去 就是一直有做下去 接着我就会想 诶 是不是一定持续这样做下去 可能会更加有效呢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迷茫 所以想问 OK 其实做义工 这件事其实都改变了我很大的 我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 突然间由音乐绝到这里 OK 因为做义工 因为你有message 就是说你的创作 和你的身体力量 message这件事对你来说 是有什么意义 当我第一次接触 是跟World Vision去非洲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跟 在座大家都差不多的心情 就是你有很多好奇心 还有你对那个地方是不了解的 还有因为生活相差太远了 还有你有时不太知道 那边真的是这样 还是做宣传 所以变成这样 当然我们也是看过曾经 Mickel Jackson 他们那次唱 We are the world for Ethiopia 那时 那个影响力有多大 所以我们因为 We are the world 之后 我们曾经做过明天会更好 都是因为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 整个民情是很低迷 所以我们大家想 音乐界的人都很想做些事 政府都很想我们这班人出来做些事 那我们就做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 你没想到它到现在 都仍然是一首大家可以很记得的一首歌 至于你讲到做义工这件事 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完之后 我回来我就知道这件事 不可能只是做一次的 成绩永远都不是一日可以见到的 我曾经是第二年三年那时 都有很多doubt 我这样做 譬如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要帮了非洲人 为什么你不帮大陆的人 为什么你什么什么 就问了很多很多问题 非洲人不是人吗 为什么我们要分得这么清楚 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世界下的人 哪里需要就做哪里 我不是说一定要 只是帮非洲人去做 只是你的心想帮哪里 或者你是care哪里 你concern哪里 你的关心在哪里 那你就做哪里 所以你今天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今天有带了一个片段 不过是十分钟的问题 我觉得下一堂那个主题更适合 OK 因为我带了一个片段就是 我今年 因为我不只去非洲 我都去印度 每次都去很多地方 我又去印度 我去很多很多地方 我每年都要去台湾都做 因为台湾始终都是我自己的 我的home town 因为台湾正经经过地震 经过很多风灾 经过很多天灾之后 我开始做台湾 我从十几二十年前开始做台湾的山地 今年是 今年是 well vision五十周年 我再回去 我所有去的山区 再走一次 我们拍了一个片段 下一堂才看 所以下一堂才看 就是告诉大家 那个改变有多大 所以我做完之后 我自己去到每一个地方 我都是感动 因为我看到所有的成绩 是要慢慢累积出来的 只要你不放弃 你见到每一个人的成长 小朋友的成长 地方的改变 人的思想的改变 这些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是全部人一起 大家是肯定去面对所有的问题 而不放弃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抱住一个心理 就是 你帮得了一个 就是帮得了一个 而且不要放弃 Vinda 蕭姐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 回到音乐 那首《尊设你爱我妈》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首就是 《一个十暖男子的高度》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很有趣的 虽然它的甜词 是有点伤感 但是整首歌的旋律 又有点宽快 所以觉得很有趣 我读了一小段 就在三天以前 我参加了一个自己爱情的葬礼 打了一个领结味早逝的恋情 行了三鞠躬礼 然后最后一段是 说到她一天出去了 为自己的爱情 就是说自己的恋情已经失败了 那都相信 回来都知道睡觉了 这是一个多么离同的夜晚 晃荡了整个白天 我把头枕在床前 心向一艘纸船飘在啤酒的泡沫里 身体是一句标本 全挂在无色的梦里 我觉得整首歌很有趣 但是整首的专载是 女性的视觉比较多 为什么这首 就单单是用女性的视觉 来讲一个男性的故事 我觉得它很有趣 因为我第一次用一个男性的角度去唱歌 我第一次用一个男性的角色去唱自己 我写一个词的 这个是哪个 欧笑良 欧笑良 以前都是合唱团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当一个人可以自嘲 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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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种attitude出现 这个态度很少在歌词里面出现 我觉得很难遇到一首歌 是有一种很不同的一种态度 是一个男人写的 不过是被女人去唱 扮男人去说他自己 女人唱过去 笑一个男人不知多开心 你不知我唱这首歌唱得这么开心 其实都有一种 我变成我自己唱的时候 我就又加上我自己的attitude 在里面 所以变成整个歌 就会有两种的 两种的态度 变成一个态度 进去的歌 所以我也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 我还记得我自己在哪里拍过MV 我拍了一个男人 打进去一个友谊池里面 这样 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 是 你满意他的答案吗 我觉得很得意知道这个背景 所以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我听了整个讲座 我觉得音乐和你的缘分是很奇妙的 从你一开始来小学的时候 你觉得你可以去唱歌去参加比赛 和那个男生在一起去练歌 到然后唱六童年的时候 录了六个小时 然后怀疑自己可不可以唱歌 然后到遇到李宗盛的老师 你觉得唱歌就好像说话一样 或者到下一章7的时候 你觉得唱歌先、聊天先 然后再唱 好像在写自己的心灵游记 我觉得你虽然说 你自己觉得音乐不够合 因为你觉得自己投入太少 是一个很personal的事情 但我觉得personal这件事才是很可谓的 你觉得音乐对你的影响在哪里 你一直这样过来 音乐在你心里面的位置 有没有一个改变你怎么看它 也或者还有一个就是 你现在还有没有想要唱歌填词的欲望在那里 其实音乐对我来说 有小到大都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的生命中是 虽然我现在听歌是少了很多很多 不过我们是离不开音乐的 其实音乐和声音 其实它有connection 有时没有声音 其实你也是听到声音的 因为电影你需要聘剧演员 你需要很多东西 你需要camera man 需要很多东西 因为不是 因为你一个人坐在那里 自己都哼 哼 就已经是音乐了 甚至乎我有时听到一些很简单 很简单的melody 你会流眼泪 为什么 其实你看到 piano 你看到这么多 key 你知道就是这么多的keyboard 没有听过 不停在这创生 不同的音乐出现 不同的歌曲出现 你不会觉得很amazing 是很amazing 所以我觉得它很神圣 所以对音乐对我来说 我常常都很敬畏它 我觉得它是太 它的传达性是太快 和它的影响力是大的 所以 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不够尊心 所以我觉得我不够尊重它 所以我才说我不够格 我觉得看到那些尊心的人 他们真的在做好的东西 那些才是真正的音乐人 所以我只可以 take 音乐是我自己的 personal love 我喜欢它 我可以appreciate它 不过不一定代表我可以做得好 你说我有没有渴望去写歌 再去唱歌 当然有 尤其是见到别人的演唱会 或者谁在唱歌 真的忍不住 真的很想去唱 算了算了 太多其他东西要做 你真的要唱歌 真的要 你自己也知道 要做演唱会 要准备多少东西 还有年纪越大 你的气又不够了 那你的声音又更加沙 更加低 那你有些什么歌 我刚才看到唱神话 我可不可以在下面哼哼 我真的有很多键 真的 我已经没了声音了 所以你不可能用以前那种方式去想很多东西 我只可以说 宋其自然 如果有一天真的有 我会做 但是到其风导演的话 你上班 逐听的是音乐剧电影 是啊 所以我也是最喜欢电影 也是最喜欢音乐 你里面会不会都唱歌 我唱得很少 多数都是Eason唱 哦 OK 不好意思 这个骚动是什么 因为那一部电影有Eason 你会说一下有什么人 因为有些人都会唱的 周圆發会不会唱的 他不会唱 OK 他不会唱 湯围唱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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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聪明 不是 其实 裡面有很多 我们正在试一种方式 用所谓的音乐剧 你知道中国人做音乐剧 大家都会觉得 很奇怪 突然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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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唱歌 其实我们正在试 如何使它可以work 其实也很有趣 就是临直写一词 裸大约写歌 那 有多少歌 应该加上来也有十几首 是真的音乐剧 是 因为陈建奇也告诉我 一个音乐剧 大概要的数据是十五个 差不多 收尾围唱会有什么要补充 再谈 金银 一会 我稍微回应一下 刚刚小瑞的对我回答 好 我觉得 虽然你也是觉得自己可能 放的不够多 但是 我觉得是 你的歌是有种独特的魅力 就是说 connection 是很强的 是我现在听到那张唱片 我都会觉得有些歌 是可以打动的我 但是不是那种就是说 为了打动我 而写出来的那些金句 而是 我在这首歌里 看到了一部分的你 然后找到了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觉得这种 很个人表达的歌曲 在这个时代是很珍贵的 所以希望你 你刚刚说也有机会 也希望多些 我也希望有多些的作品 OK OK 我这样 现在写到歌词 是很难写得好的 歌词 真的很少 很难写 真的很难写 你今天好漂亮哦 谢谢 就是 之前上过上学区 跟林老师的课 然后我们有听过 就是 您跟其他歌手有没有什么不同 然后当时 因为我没见过您嘛 就是听自己的感觉 然后听你的歌 觉得您是一个 嗯 就是 唱歌的时候 是把 是放下的状态 然后很有智慧的去 看曾经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淡淡的 说说这些事情 嗯 只要今天 或者之前看到您本人 然后慢慢了解您的性格 然后 还有就是您对世界的一些看法 然后知道 就是音乐人跟 自己唱的风格 是很much 然后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 您有没有就是 想去KTV 去发泄自己情绪的时候 去唱一些不知道讲什么的歌的时候 然后您会怎么办呢 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嗯 我很少去KTV 真的 真的 我尤其呢 就是怕去人都的时候去KTV 因为那晚我一定会被人 唱两次到三次的开得代价 我曾经在北京唱过五次 真的 真的 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完全明白 就是 其实我不享受这么做 如果我 哪个会享受你 不不 真的 其实 现在去到哪个场合 如果 我一见到有KTV 或者我一见到有人来要唱歌 我已经知道我自动自飞 我先唱 我去代价 我唱完 大家安静 好吗 你真的要喝歌 有这个办法 是啊 所以 我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又加上 因为现在我们听的歌少 就变成 我要坐在那儿听梭 那些人唱一些我不懂的歌 那 那些歌 有一些歌又 那 当然人家在这儿发誓 我又不能说你唱得不好 或者什么 那你只要忍受别人不停在这儿唱歌 你真的想唱歌 然后唱一下 嘩 嘩 又不懂 听完 嘩 就是 你觉得 那个意义对我来说 不是很大的 所以 我前面唱歌 如果真的想唱歌 不如 自己在家弄个卡拉OK 自己一个人唱成晚 而且 其实唱卡拉OK 和唱演唱会 和录音生 是完全一回事的 所以 其实 好像我最近 在拍戏的时候 我们的Eason 一早上来化妆 他就会 开始的音乐 在那儿练着歌 我好享受 我好享受 听他这么做 他就说 早上把歌 是最好的 对五藏六腑好 那后来 今早就在那儿唱 我就觉得 是 真是对五藏六腑好 因为真是你早上 是 是 好信 真的 真的 你是exercise 你里面的organs 所以不是去 因为你卡拉OK 真的有很多 echoes 那些东西 很假 你有时 喂 echoes 真的太假 你也不知道用多少声 你没办法 真的很好 放开来唱 所以 所以不同的 还有那个音乐 已经定了你怎么唱法 其实好像是一个方程 尤其他 4 3 2 1 就快点打个拍子 对 就是那个方程 我们今天结束之前 我们讲了这么多 关于歌 其实有 用少少十分钟 总结就是 其实也有一种音乐 和你很有关系 但是不是歌 是电影配乐 其实 有些导演 也很艺高人胆 但是 完全不用配乐 但是 要在电影里面 用配乐 用得好 其实也是一种修为 你要很熟悉 其实 那个电影的语言 和音乐作为一种语言 中间 它们有的一些名调作用 你可不可以就这一点 说一说 是 是 其实 配乐来说 中文人的配乐 我觉得 中文电影的配乐 到现在为止 我都很少见到 配得好 因为配乐和写歌 是两回事 它是一个专闻的 一个specialty 甚至《富贵佬》 我都觉得有些戏是写得不好的 我昨天看了一出戏 我都觉得它做得不好 因为你不停 aware of 那个配乐存在 现在美国戏 或者西片 尤其现在 3D 4D 以后5D 我想是不停 塞一些东西 是 satisfied 每一个人的五官 即是 不让你停 不让你休息 不让你思考 不让你思考 全部的东西 不停涌过来 我觉得它是失去了 配乐的作用 因为 我只是 上一次 我和Eric说 我很记得 有部戏 的配乐 他配乐很好 不过我们找不到 那部戏 叫做《结婚》 是陈坤浩导演的戏 很记得 那个写的配乐 叫陈洋 他也写歌 他有一首歌 是他写的 接着我就说 杨德昌 杨德昌 是 在他身上 我们真的可以 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音乐方面 陪我方面 所以我说 你试下 可不可以找到《海灘的一天》 《海灘的一天》 是一部 两个多钟头的戏 其实它真正在里面的陪我 是几乎少 我今天又重新看一次 因为我自己做完之后 我都很少看 今天重新看一次 我就在这里看 我说 这里会不会出 没有出 这里 我觉得如果我 我就会出 又会出 很多位置 他不出 我觉得 后来我就坐在这里想 为什么他不出 陪我 是因为他想观众的 concentration 是他的对白 是他的画面 他不想用其他东西来推 因为你有了音乐之后 你会 情绪 那些东西 你会被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不想 他想 leave it to 各个 audience 自己去 去感觉 所以他一直都不出 所以他在某个位置 他会出一点 出一点 而且那些 是完全 match with 那个情绪的 因为我们现在听很多人 是加分的 特意去推 某种情绪 因为那个 或者演员做到某个位置 或者电影去到某个位置 他觉得 这里我推一点 观众眼泪就出来了 那真是会出来的 不过杨德昌 不敢做 他说这里不会敢做 就是不善情 他永远都对自己的作品 对这个电影 他是有足够的信心 我们找了一个片段 作为今天的总结 说到这些配乐 其实有时候 他出现的时候 未必真的好像是一种 罐头 而在这个片段里面 我觉得他出现的时候 好像就是 画面里面看到 那个下午的 没有一种阳光和风 我们看看 通常在这些配乐的时候 我在香港的电影院 通常这些配乐 一开始 我就听到很多这些声音 哇 我在香港看电影很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 那种 就是大家 立刻就好像 噢做完了 这样 就哄哄声 我 我经常觉得 我是个导演 或者如果我是个配乐 或者是什么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堪 因为好像说 故事看完了 就是好像是 就是吃完了 吃完了 就是那种感觉 我经常觉得 那部电影 除非是他不好看 如果是好看的时候 我通常没有 就是他屁股 是没有办法 立刻离开了椅子 因为其实你已经钉了下去 这个 刚才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那个配乐 很少很少出来 是在这个结尾的时候 刚刚 我应该早一点点 因为现在好像一开始 但是他已经在这 其实他们两个是经过一个 下午 这两个女人 经过一个下午的 罪疚 然后将中间十几年的事 重温了一次 其实张艾嘉世英的角色 他们是带了一个讯息 去给胡音梦 这个角色 所以其实是直至到 在这个 我每次当了一刻 因为是直至到 在这个配乐出现之前 胡音梦才知道 其实原来她的旧情人去了哪里 所以 这个旧情人的妹妹 所以把自己的哥哥的死讯 告诉她这个女朋友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动人的 因为你看到整个 台湾时代的转变 是由一个很朴素的七十年代 一直说到八十年代 还有一个很传统的家庭 就是早期在台湾 台湾很受日本的教育 所以是一个传统的家庭 一个医生的家族 他当然希望 那个儿子就是医生 接着他娶一个 爸爸认为对的女人 那女儿都应该是 嫁给一些 读过书的人 或者是重割 如果当你要rebell 你就会做一些事 就是离开 你家出走 你家出走之后 你都要面对你自己的 心的 你选择的东西 你为了离家出走 而选择 那个结果 是不是你自己觉得 是最好的结果呢 人生不一定是你 选择什么 你是为了某件事 选择什么 就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这个故事 其实review到 整个台湾在那个年代 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些年轻人 每个都要自己走出来 找回自己的生活 要找回自己的目的那时 目标那时 有时有些人做了些事 是未必是为了自己 真的喜欢那样的事 而是为了 against family 那个传统那样的事 所以那个结果未必是最好的 不过这些都是过程 所以 是的 里面很多东西 就是两个多钟 那时候就是 几乎三个钟头的电影 但是它是一个事实 所以 但是 真的很好看 真的 我今天自己看完之后 因为我都 因为中影 台湾中影 一直没有出DVD 其实你也是 有人给了一个copy 他们再给我 我看完我都觉得 真的 楊德昌真是大事 真的拍得很好 是 是 呃 那个配乐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识言 就是这种识言 就是 不是很好笑的 这个配乐是香港的 是林敏儀做的 林敏儀 是 是 不过我觉得 楊德昌 他是 他很有音乐的 taste 我记得 试过有一次 不知为什么 他们介绍了我 去跟他聊 看看我可不可以帮他做編剧 是的 我们坐在一个酒店 你有跟他聊天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看完这张 是我第一出看的电影 我崇拜到他 不得了 那么 我最记得 印象深刻 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你平时听什么音乐 我就知道我们不用合作了 总不能不要做摊 我听这事奉飞飞 你要后来他取出彩琴 但是那不是一个最美满的结果 嗯 音乐 或者歌曲 其实是 我觉得张艾嘉 最 在我们认识的 他里面最未忽量的一环 今天很高兴 可以跟他分享到 但是当中一定有更多更多更多 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 都只能够讲几个歌 那 周四呢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题目 我们是应该讲的 妈妈和女 那 那 哇 哈哈 很敏感 哈哈 我不需要讲 其实今天这堂课 我 都不要讲课了 我这个sharing 其实我 真的觉得我自己是很lucky 因为我真的enjoy到 台湾那个 囊曲的转变 那个最 最丰盛的 那个二十年 我是part of it 我觉得自己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blessful 多谢张艾佳 多谢各位